謝謝,很高興來這邊 剛才提到我們前瞻 其實如果大家到G0V.news 臨時政府最近才上了一篇 前瞻的軌道系統的視覺化 它就是用各種各樣開放緣馬的技術 把實際上就是預計要建造的東西 每一個不同的點位 它的人口所有這些都放在網路上 這個對於我們做實質討論 確實是蠻有幫助的 剛才主持人提到的是 infra.pds.tw 這個是在行政院官網的一個問答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看 不過我今天不是來講特別預算 如果大家隨時對我想要提問 或者是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連到 好,我據說昨天也已經用了這套系統 slido.com slido.com 可以用手機連上去 然後輸入今天的日期729 然後就可以隨時對我發問 然後或者是提供您的貢獻的意見 那如果有別人提出來的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只要拿起手機 然後在他的問題上面按讚就可以了 那就我接下來就會稍微講一講 然後回來看一下slido 然後用按讚數最高的就先回答 大概是這樣 然後其實我本來很少準備簡報 我通常就是看現場的朋友們 就是在slido上面想要問什麼 然後我就講什麼 那但是如果有朋友沒有帶手機的話 除了可以跟隔壁接手機之外 也歡迎隨時舉手或者不舉手 就直接跟我說 好 然後 所以我想我就先開始講一下一下開運 知道 然後等slido上面的問題累積到一個程度 讚數也多到一個程度 然後我們再回來處理slido 這個是朋友Alison Randall 當時來台灣的時候給過的一份簡報 他現在是所謂的open source initiative 就是開放圓馬 這個創意組織的主席 那開放圓馬 大家可能有聽過這個字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出了一個作品 通常是程式 但是也可以是設計 也可以是別的東西 然後我放棄掉我全部 或者部分的出作財產權 意思就是說 你拿去用的時候 只要遵守一些條件 我就不來告你這樣子 那像我呢 我用的開放圓馬的這個授權 叫做CC0 CC0的意思就是說 不只拋棄掉出作財產權 我也拋棄掉出作姓名權 就是說我現在寫了一篇程式 你拿去用 然後說是你寫的 我也不來告你 這樣 所以這個是最徹底的開放圓馬 那在這個之後 這個當然有很多比較嚴格的 那比較 比較多人用的是一個叫MIT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不要說是你寫的就好 那你拿去賣也沒有關係 那另外一種叫做GPL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你拿去 但是呢 你如果再去把它給別人的話 別人也要能夠去得這個開放圓馬 他要必須一直傳遞下去 所以這是大概幾種比較流行的開放圓馬 那我們現在習慣用的 像MIT跟這一系列的授權 BSD授權 那這些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不管是iPhone 或者是Mac 或者是這些 地藏的那個作業系統 叫做BSD 那GPL呢 當然大家比較有聽過 叫做Linux 那就是我們Android 或者是其他很多系統 上面都使用的授權 那所以其實到現在其實開源已經是 各大公司都覺得說 這是一件就是一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並沒有要來講說 這個開源多好多棒棒 不是這樣 而是說我自己參加開源是從1995年左右 那當時還沒有open source這個字 當時還叫自由軟體 然後大概open source大概1998年出現 然後我參加的計畫是大概就是這些 開源界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每一個專案都會取一個很漂亮的logo 或者是一個吉祥物 然後那而且還要把那個專案的名字取到 你很容易就可以要搜尋進行找得到 因為大家都是在就是搶 就是大家空閒的時間 所以像大家可能看到這個任德是危機百科 或者是Pearl 這是Freenet之類的 那有一些開源的計畫 像Google有一個程式語言叫做go 那這個名字取得就不是很好 因為你搭進Google就找不到這個程式語言 所以說他們就要畫一隻這個很可愛的 後來叫做這個gofer的一個小老鼠 這樣子來大方做他們的吉祥物 然後hashtag就要改善go land 所以就是被找到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所以開源到底對我來講是什麼 對我來講它是一種連結的方式 在開源運動開始之前 大家對軟體產業的想像 就是有一些很懂的大企業像微軟 然後他們有一些他們的使命 所謂每個人桌上都要有個人電腦 可是整個社會跟他們互動的方式 就是每年買他們的產品 那除此之外呢其實你沒有辦法去參與 就是微軟怎麼樣做他的作業系統 或做他的office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就是 我們當時叫做freeware 就是一些在社會上面為了解決自己問題 然後願意把它分享出來的一些朋友們 可是呢這些朋友們呢 他沒有辦法用訓練經營 他通常就是會在你第一次打開那個軟體的時候 說這個請捐給我一點錢 讓我能夠繼續做下去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常常也都沒有做下去 所以在有open source之前 我們左邊這些比較非營利的朋友們 其實沒有一個很永續經營的方法 那右邊這些比較企業化型態這些軟體的朋友們呢 希望他們只會賣軟體 那在此之前這兩個方式好像是彼此對立的 沒有辦法把它連接起來 那後來呢大概到了9798年 就是open source運動出現的時候 他們就提出一個新的想法 那這想法其實跟我們現在在說的社會記憶 其實是很像 就是說他想出一個新的創新的方法 來連接社會的需求跟企業組織 那他們想到的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說他們叫做with the people 不是for the people 就是像微軟它是說 為了使用者來設計這些東西 但是呢我們當時在做開源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要跟使用者一起來做這些東西 那我們的不管是要寫哪些功能 要加什麼東西 要寫什麼bug 都會像slido一樣 就是大家最感興趣的 我們也許就有優先處理 而且呢我們會把這個原始碼公開 所以我們的使用者稍微學一學 它就可以變成貢獻者 那我們就可以讓他們一起參與這個專案的治理 那往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呢 這個專案呢它會定期的release 它叫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盡快釋出然後盡早釋出 就是每一次當推出新版的時候 同時也把這個版本的原始碼 把它交付到社會上 這樣子即使是企業倒了 或者是企業的關注的方向改變了 那對這個東西感興趣的朋友們 還是可以繼續把這個專案繼續做下去 甚至取一個完全不同的名字 帶往不同的方向 像當時netscape變成了mozilla mozilla又變成firefox firefox又變成很多別的東西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每一群不同的人 就必須把它帶往一個不同的社會上的方向 那這樣子又成立一個新的project 然後再加入治理 然後再聯繫對這個project 興趣的企業 然後慢慢的企業就習慣這件事情 現在不管是微軟啊蘋果啊 Amazon啊 臉書啊 不但推出自己的open source專案 事實上也都是養了非常多fulltime的朋友 來貢獻open source 變成一個社群 也就是說只要它不是賣這個 那這個其實就是幫它省錢 能夠幫它省錢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大家一起來維護 所以這個東西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像是常識一樣的 但是在1998年的時候 這個是我一個完全新的概念 當時它並不覺得說我們可以透過網路來 讓使用者也參與這個企業界的軟體 然後讓企業界的軟體也能夠就是 慢慢交給使用者來一起維護 這樣所以這個是open source的一個主要的想法 看起來大概快要有十個問題了 好 OK 那所以這些年我慢慢覺得就是說 所謂的open source就好像一起再走一條路 然後這條路基本上就是一條這個 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的道路 也就是說當每次你加入open source社群的時候 它就是像是加入一個社群 那其實就像植物它不可能自己長一樣 人都是在一個社群裡面彼此成長的 那大家都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參加開院的專案 那問題好像足夠了 所以我講完這一章就切到slide了 每一個開院專案它其實是有點像是 這個叫做快閃組 就是說它的核心可能真的只有兩三個人 它就是為了解決它自己看到的社會問題 或它有一個什麼社會使命 它就去發起一個開院專案 然後這個叫做核心貢獻者 那在外面的這一群是所謂的就是旁邊的參與者 就是說他們是用了這個 就像你到維基百科 一開始可能只是為了抄作業之類的 那但是不是很好的例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到維基百科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為了吸取知識 但是後來你就發現有錯字 有錯字的話那就改啊 那改了錯字可能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這個很棒 這個有對原來文明做出貢獻 事實上也是有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像他們統計維基百科 就是說除了核心貢獻者之外 大部分的人都只會做一些小的編輯 那就是看你特別感興趣的部分 你才會投入這個核心 但是呢其實絕大部分的人看到維基百科的時候 事實上是在它被引用的時候 或者是你真的聽到這個台上老師講的很奇怪 然後自己去查一下 就是說只是稍微閱覽一下 它並不是真正的影響上的參與者 但是外面看到了就是這個很大的這個社群 所以就像任何其他的專案一樣 任何開源專案的特點 就是說它有沒有可能讓就是只是路過的路人 也有事情可以做 要是有的話它就可以比較快的變成參與者 像以前維基百科你按編輯的時候 它就會突然跳一個很奇怪的純文字介面 你就要去學很多兩個方框啊 大括號啊什麼東西怎麼用 然後呢這個不太會用的人就跳走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從外面到裡面就比較困難 那後來我有參與維基百科的一個專案 叫做Visual Editor 它就是說你按編輯之後呢 你就是在一個有點像可見極所得 就是你直接在那篇文章上面改 你就不用去學那個很奇怪的維基語法 那這樣子的話呢 從外面的這一圈到中間這一圈就變得比較容易 然後核心的人呢就可以慢慢慢慢變多 那其實Open Source它就是一個有點像是 就是Ecosystem就是一個生態系 如果一個專案沒有辦法留住人 那跟它解決類似社會問題 或有類似社會殖民的 但是別的更能留住人的專案 更好玩的專案慢慢就會越來越多人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留下來的基本上都是這套弄得很好的 那所以我覺得加入Open Source 最大的好處就是你可以選擇說 怎麼樣子去用一種比較謙虛的 能夠結合其他人不同專長的態度 然後來組對打 不然也這樣 我覺得這是Open Source的一個很大的好處 那我們現在就來處理 Slide-down 第一個問題是說如何處理洗戰術的這個問題 就像這一則 那你確實覺得Slide-down有這個狀況 就是說 你只要看一大堆匿名的遊覽程式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洗戰術 那怎麼處理就是把它唸出來 然後就把它archive起來 就出來 其實沒有很厲害 OK 好 接下來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問說 請問我認為未來電子諮詢工程相關產業的趨勢是什麼 這個就可以講一個小時了 但是我想我還是不要講一個小時好了 我非常簡單來講 就是說 台灣當然在之前是 就是在這個價值鏈上面 是半導體 然後陰體 然後component 這個都很厲害 但是到最後就是它最接近使用者 怎麼樣變成體驗的那一部分 傳統上是台灣比較弱的 像我剛才講的那個靈性一樣 就是來自於使用者 如果沒有辦法with the user的話 那其實就是一切都是虛的 因為等於就等於你只解決 你自己就是那個公司的 就是旁邊的一小子錯人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在學的不管是設計也好 或是這種參與師的設計 或者是所謂的社會參與也好 這些東西都是讓使用者怎麼樣能夠更快的 或者是更有效的把他們的意見 進入就是設計的就是circle 就是這個圈圈當中 那所以這裡面其實已經運用到很多 所謂開源社群發展出來的一些精神 舉例來講像我們今年的報稅軟體 才剛剛這個經過報稅季 那就是在這邊的朋友大概不一定都有自己報稅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知道說 報稅軟體它基本上就只有Windows可以用 然後如果你在Mac或Linux上面的話 你要找Java而且非常非常的不順 以至於到有些人就去跟朋友接電腦的程度 按照我們的統計就是就怕的人到最後都不得不去接一台Windows 然後他們報稅完之後呢會跳出一個這個 國稅局的一個就是小娃娃 然後說這個很感謝你對這個的貢獻 那這個是這個見仁見智吧 但是呢其實你報稅報到第三步 就是當你自動下載你的所得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說我會自動下載所得 你對這個東西滿不滿意 這樣它馬上有一個需求 可是知道你還沒有報完稅 你才在第三步而已 也就是說國稅局並不是沒有想到 有一些能夠去增進它使用者體驗的方法 但是它跟使用者對話的方式 要嘛就是單向的 就是說只是讓大家看你的這個吉祥物跳來跳去 或者是這個它是在你這個使用者體驗 真的走到這個百分之二十的時候 就問你滿不滿意之類 就是說你不能說它不用心 它還滿用心的 但是這些用心沒有辦法收集到非常好的signal 去讓大家知道說到底我們報稅軟體怎麼樣做 才能夠才能夠更好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設計這個的朋友們 或者廠商或者後面這個資訊呢 這些的工程師 就是大家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比較沒有實際第一線的接觸使用者 也比較沒有去學所謂我們叫服務設計 Service Design 就是說怎麼樣有系統的讓使用者參與設計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在政府裡面當然就是 就是跨部門的在做所謂一站式服務的服務設計 那我們在產業界也看到說 越來越多的產業去擁抱所謂密切開發 就是說電子資訊工程還是很重要 但是從你有一個想法到使用者能夠感覺到這個想法的 優劣 它可能在以前是可能一年的一個 化大 cycle 但是在現在可能就是只有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就要拋住一些東西一些想法 然後問大家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然後搬工作坊啊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更快的蒐集到大家的想法 然後再去做秀感 所以我覺得這種參與去設計在接下來就是常態 而不是只有少數公司像蘋果那種 就是把設計師放到最高位 然後我們這些工程師其實是聽設計師的這種西谷公司 才會做這種事情 那接下來我覺得這慢慢會變成一個趨勢 那另外一個趨勢當然現在大家可能聽到很多了 就是所謂的深度學習嘛 那所謂的深度學習的意思簡單的講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把你的工作人員某一個部分 去找出任何兩個人來做結果都一樣的事情 那那個東西在以前你要自動化 你要想辦法把它翻譯成城市語言 可是現在你要把它自動化 你只要開一個webcam 然後去觀察這個人的動作就好了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找出這個事情要怎麼做 所以就是說所謂的訓練成本 對機器業訓練成本大幅的降低 那這件事情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電子資訊工程相關產業的相關度就會變得更高 因為在以前就是只有能夠把他們的邏輯 翻譯成電子資訊工程語言的這些產業 才能夠被自動化 但是現在就是基本上任何能夠引入深度學習 這種觀測自動建模 然後自動學習訓練的東西都可以自動化 所以我相信自動化的趨勢就會延展到各種各樣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有重要個人電腦的地方 也就是說可能整個房間會變成一台電腦 然後你在這個房間裡面的一舉動 它如果是有可以自動化的部分 我們慢慢就可以把它自動化掉 大概就是所謂的nbm computing 就是在你周圍的計算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有32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請問我對出國讀大學的看法 如果是自公系的話 台灣大學跟國外大學的程度差很多 以及建議去哪一國 這個問題問我就是問錯人 因為我從來沒有讀過大學 然後市場我也從來沒有讀過高中 所以問我好像不是非常準 這是我完全沒有第一手的經驗 不過我不想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越來越多人他做自工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讀大學的 我認識的相當好的程設計師 其實很多都是可能根本不是學自工的 或者他是學自工 可是他是靠在線上打開勾 或者是在線上用各種各樣的線上教學 總是認識了一群人 然後這群人他們有一個一起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他就非情望式地去解決那個問題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在做 但大學還是有意義 因為如果你對這個東西後面的理論有興趣的話 大學還是最有系統的能夠來討論 所謂科學 諮詢科學的這一部分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是完全沒有帶著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進入大學的話 那你能夠學到的就跟你沒有帶著自己的問題 然後不進入大學跑去社會上隨便找一個 就是組隊大怪這樣子 我相信是去大學是學的比較少的 但是我比較建議的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有一些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發現說資訊科學目前沒有辦法完全回答你的這些問題 這個時候再去進入大學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關於台灣跟其他的大學的程度 要看你的領域 如果你是做就是好像電腦視覺 做人機見面或者是做AI 或做這些其實台灣的很多大學是相當好的 就是說你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老師 那如果你就是看完一輪教授 發現說沒有人在做你在做那個題目 那當然就勇敢地出國 這個我相信是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先知道說你想要解決的題目是什麼 然後再去進入大學提醒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有收穫 有一位A同學跟33位其他朋友問說 如果一個人城市很強那會被現代的教育制度 會為廢物 他該怎麼辦 那我覺得那就不要怪你就是教育制度就好 因為就是說我覺得就是當這個我們設計出一個制度 然後它這個不適合任何人的時候 當然是我們這些設計制度的人問題 絕對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我也是抱著這樣的想法 所以才投入那個12年國民教育課綱的重新設計 本來是在明年要上路 但是後來拖了一年 所以會在後年上路 那我們在設計這個新課綱的時候的想法 就是跟本來的課綱完全不一樣 本來課綱是叫做能力導向 就是說你過了12年之後呢 你就是需要有這些能力 那這些能力是能夠用一些量化的方式來排名的 那排名高的呢 可能就比排名低的 這些能力上面要厲害的這種很奇怪的想法 我們在重新設定完這個課綱之後 新的這個設計國教課綱是叫做素養導向 素養導向的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要形成他自己的自發的好奇心 要形成跟別人互動和溝通的能力 然後要有共好 就是說跟別人一起祖罪打怪的這樣子一種價值 那這個東西是不可比較的 因為每個人想要發揮這些價值的維度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也會形成完全不一樣的素養 所以說這個是不可能比較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我們就不是能力取向 可是事實上因為我們設計這些課綱的人 都已經放棄預測12年之後 到底有哪些能力還重要了 我們覺得重要的並不是說訓練大家 去做一些機器才能做的事情 因為現在機器都可以自己訓練自己了 所以我們沒有想要把小孩變成工具人 因為真正的工具總永遠比工具人好用 那我們想要的是那個人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就是有穩定的價值 然後自己知道這個對什麼東西好奇 想要跟別人溝通的時候怎麼樣溝通 然後以及怎麼樣照顧到整個社會的共同的這個利益 那所有這些東西其實它就是在不斷的互相相處中間 培養出來 那這是我們覺得國民教育還有意義的原因 那所以說這個課綱它當然非常的理想 那在裡面我們覺得最困難的其實就是現有的老師 因為他們當年在受師範教育的時候還是本來那一套嘛 那我們怎麼可能這個一下子就把大家洗腦過來 這是大家是沒有不太可能的 所以延後一年其實我覺得一個好處就是我們讓教室培訓變得比較容易 然後也讓就是新的這些老師們適應這個新課綱的這種新的態度的時候 可以有比較多的緩衝的時間它可以試教 那我自己覺得更重要就是說會有更多線上的互動的教材 那我們就是讓每一個偏向都有寬頻網路 然後大家如果這個那邊的教室培訓還沒有完成 那至少它可以直接連到某的別的教室去 然後就把兩個教室串連起來 然後或者是用線上課程的方法 讓小孩慢慢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社群跟自己的興趣 反正整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舊的課綱以及目前的教育制度 這個把你歸為廢物 那是那個課綱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然後如果新的課綱在實施上面 一下子還不能夠滿足你的要求的話 那台灣其實很好的就是說有領先 幾乎所有亞洲國家的實驗教育制度 那這是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 任何人都可以說 OK我自己就是要用這種方式學習 那你只要說服你的就是每一個縣市 它會有一個實驗教育的一個審議委農會 它只要肯定說OK你這個課表OK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不需要一週五天到學校 你可以一天到學校 你可以到各國不同的學校 你可以自己組一個學習團 然後你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但是它還是就是比照你的 它比方說你現在想要跳級學習 這個城市設計 但是這個你對別的科目不是很感興趣等等 只要你能夠說服那個審議委會 那它就會讓你用這種方式去做 但是你幾歲 它在就是我們對學生的基本保護上面 還是比照那個幾歲的國民教育裡面的學生來辦理 那這個是我們實驗教育法這一次修正的一個最主要的精神 就是說你作為學生要想要的權利 跟你在國民教育或實驗教育是沒有關聯的 所以我覺得實驗教育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如果我們課剛改的不夠快的話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邊的實施 也是已經參考了很多實驗教育的精神 所以我覺得慢慢這兩個 還是會在彼此競爭當中都變得更好 好 然後又有一位朋友這個匿名的 然後有三十二三說 雷姆賽公 這樣子我就只要念出來 就發給他這牆子 然後呢 接下來有人問說 對於未來的大數據 以及相關於Fintech的前景 什麼看法 或是否已經開始招手了 我們已經送了一個法案到立法院 它叫做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就以前叫金融沙盒 可是後來發現這個大家聽到沙盒兩個字 都不知道跟金融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後來我們現在叫做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那金創條例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當你想要做Fintech的時候 常常是因為這個東西很新 所以說你不確定你到底是銀行業證券業 還是什麼別的 事實上根本沒有發明出來的那個業 但是呢 當你在做的時候呢 金融會可能就會來管你說 按照什麼法規命令 所以說這個是特許的行業 你不能夠經營 或是說你資本而要到一億才能經營 或是說有一些什麼古老的法規 你可能有侵害之餘等等 這個就很煩 所以說呢對於這個創業家 而言我們現在就是送了一個法案到立法院 如果他們順利通過 希望接下來會順利通過的話 那你就可以寫一個計畫書 就好像剛剛講的那個實驗教育的那個 你的課表的計畫一樣 學習計畫一樣 就說OK 接下來六個月裡面 我要用這種新科技來辦這種金融實驗 我會觸犯哪些法規 就不是法律 我會觸犯哪些法規命令 那這些法規命令不一定是金融會的 你也可以觸犯 好比像說經濟部的或其他別的 然後呢金融會這邊就會有一個很透明的一個審議專家委員會 然後來審這樣子一份計畫書 然後來確保說你沒有在個資安上面有什麼疑慮 然後呢他就說好 那我就給你這個免死金牌 就是你現在說你會違反這幾個法規 那你就在六個月裡面犯法我們都不來罰你 然後呢這個如果你要申請的 好比像證據院或銀行業 有一些準入限制 好比像說你一定要有一億的資本額 那沒有關係 你現在一百萬資本額 你也可以來做這個實驗 好那所以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營運 那六個月之後呢 你可以申請延長 最多到十二個月 那這整件事情就是讓這個執法機關 跟所有的台灣的人民來看說 你現在在說 你現在有一個很棒的新的模式 這個到底是對社會好 還是其實對社會很糟糕 那如果經過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之後 大家的共識是說 OK這個其實真的不是好主意 還是收一收把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最後就吸吸水 但是就是整個社會還是很謝謝你 因為你是用透明的方式幫大家符合學費嘛 那但是如果這樣實驗之後 整個社會都覺得說 欸這種新的形態還不錯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有六個月的再額外的時間 就是這邊就可以去籌資了 就可以找資本了 然後這邊呢 這個執法機關就會頒布這個法規面臨的修正 給整個社會兩個月以上的意見來進行討論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法規就送綁了 然後這個新的公司 就變成一家真正的金融公司 然後這個東西變成合法的 以前是非法嘛 那這個合法就會開始有新的競爭者出現 帝國的歷史又翻過了一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讓本來是在灰色地帶的朋友 願意用這種實驗的方式 願意慢慢慢慢進入這個 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留這個空間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法規專訊成本太高 然後就寧可在黑市這邊經營 我們既收不到稅 然後消費者這個受害的也沒有辦法申訴 那其實對大家都是一件壞事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在做這個 進入創新實驗條例 然後我們這個創新實驗條例 是一個叫V台灣的這個平台 一同討論出來的 那這個平台其實蠻有意思 就是說 比如說所有跟網路啊數位經濟啊 有關的東西 像剛剛講的這個金融監禮山河 這些東西 這個是已經送到議員會去的 那我們隨時會問大家一些意見 像目前正在問的是 對於共享經濟 對於社會企業公司法 對於無人機 還有對於違反本人議員 而散布本人的身體死命影像 這個是最近新聞上才有的事情 這個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那如果你有提出建設行業意見的話 就會受邀到這個政府的這個多方的討論平台 那就會大家在直播的情況下開一個會議 那我們接下來還要這個討論一個非常非常科幻的 叫做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就是因為 因為就像剛剛說 金融科技實驗它可能是介於保險 證券、銀行中間的東西 未來的這些載具 它可能也是介於 船跟車子跟無人機中間的某個東西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不是說 這三個東西分別規管 而是說如果你要實驗這種 就是非常未來性的東西的話 那而且這邊也沒有限制 只能是船跟車子 跟飛機馬數電影想要做火箭之類的 那都可以這個申請一塊地方 然後來進行實驗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先從fintech著手 來去做這種創新實驗的條例 讓法規能夠有效的滾動的討論 那未來就是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我們都會有類似的東西開始出現 A同學跟21位其他朋友問說 對於台灣軟體人才不斷外流要怎麼解決 對於台灣利益至上的風氣是否有辦法解決 這個有點偷跑 這是兩個問題 然後這個就可以綁成一包 但是沒有關係 軟體人才外流我覺得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就是那個外流的軟體人才之類 我自己一直住台灣 我基本上除了小時候去德國住過一年之外 去別的地方沒有住超過半年 所以我基本上是一直在台灣 可是我之前工作一直都 大部分都不是跟台灣的公司工作 可能跟蘋果啊 跟牛津大學出版社啊 跟各種各樣不同的市區的朋友工作 那從某個角度來看 這個可以說是外流沒有錯 因為就是我工作的這些企業 他的稅不是交給台灣嗎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讓台灣能夠連結世界啊 因為我每個禮拜跟這些朋友們學到的東西 我還是在台灣這邊的黑客松 還是在這邊用中文寫書 然後只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也學到我跟西谷 或者跟英國的朋友們一起學到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我們這邊的技術生化 怎麼樣講都是有行處的 所以我其實並不擔心人才外流這件事情 因為軟體這件事情 本來它就是複製的成本非常低 流動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你只要解決你的當地問題 世界上應該有很多地方也有類似的問題 需要解決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除非就是說 解決的特別是某一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管制的地區裡面的某個intranet的問題 那個當然比較特別 因為他們的網路環境很特殊 所以你在那邊解決的問題 不一定搬得到外面來解決 但是只要你在open internet 就是沒有這樣子的網路限制的區域 能夠解決的問題的話 基本上在台灣是一個很適合實驗的地方 然後當你要把它擴大的時候 你也可以很容易地擴大到其他地方 所以我覺得做人體的朋友們 他一定是要就是 以全世界為範圍來思考了 他本來就不可能就是 任台灣來思考 但是後面這個 是說對台灣利益至上的風氣有辦法解決 其實我覺得台灣已經是 我跑了這麼多國家 還有30個 已經是相當不以利益至上的一個地方了 光是全民健保 這四個字就已經 比絕大部分的國家來得好 那所以 他們有一個插播說 希望我更新網言 有很多的問題並沒有反應上來 好 我更新了 好 OK 那所以我覺得說 首先就是說 台灣不管從政府來講 或民間來講 其實都沒有特別的利益至上 它當然不是 我們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是至少大家在考慮事情的時候 還是很願意考慮 除了利益之外的一些 就是共好的一些價值 那至於要怎麼 讓大家更不要質疑利益 作為這個導向呢 我覺得還是要多去想 各種不同的 就是社會跟企業之間 各種不同的連結吧 就是說 如果大家看到企業就是想說 這只是為了賺錢 那當然就是很不幸 但是像我們接下來 會改公司法 在下個會期 我們會把公司法修正案 送進立法院 那公司法第一條 就是寫說 公司以營利為目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改成 公司以營利為目的 但是也可以 以這個 其他社會使命 社會責任 環境什麼什麼東西 為這個為目的 那像這個其實 很有宣誓性的意思 就是說 那你設立一下公司 某個社會使命 那所以像這種 社會企業的概念 其實在這邊 就是台中這邊 其實也還蠻流行的 那所以 我接下來可能 就是每兩個禮拜左右 會巡迴 台灣各地各個的 社系聚落 然後去盡可能 把社會跟企業 加以結合 好 那所以 所以剛剛我lag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不會好像也還好嗎 超過28的 目前 就這兩三個問題 這邊有位朋友問說 如果我有一些idea 想做這個project 首先就是說 如果你是想要找 有沒有人已經解決過 類似的問題的話 那現在基本上 大家的首選 都是github 那你到github.com 然後 打入一些關鍵字 然後你基本上 就可以找到 是不是已經有人在解決 這個你正在解決的問題 不管你想要做一個 遊戲的引擎啊 或者是你要做 開放資料啊 或者是 反正這邊很多嘛 所以你按explore 然後就慢慢看 然後很快就可以 這個找到朋友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是想要 有人實體的辦聚會的話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社群 那我自己比較參加的是 G0V社群 G0V點台灣 那G0V的一個 基本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看一個政府的網站 或者服務不順眼的時候 那我們就自己把它的 資料拆下來 然後自己做一個更好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網址裡面的 點G0V台灣 改成點G0V點台灣 然後就是一個 拆政府原地重建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個前提底下 因為我們大部分是拋棄掉 大部分的住宿才安全 所以當政府 下一次要做這個網頁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的貢獻 把它合併進來 那所以這個東西 當然 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題目 正在做 而且也成功的談到了一些贊助 所以 上他們有grants 點G0V點台灣 那這邊要特別聲明 因為我有不同的身份 就是這邊的贊助的錢 完全都不是公家機關提供的 所以說 歡迎做一些監督政府 或者是大臉政府的專案 就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 每一期都有很多很有趣的提案 那所以 如果感興趣的話 事實上也可以在這上面 這個進行討論 其實我覺得有相當多 很有意思的社群 那這些的好處就是說 你就可以確定說 他們住在台灣的哪裡 像登革熱風險現場預警系統 我隨便講了 我跟這個專案沒有關係 然後你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去聯繫到這個社群 然後加入他們的開發 所以 同樣的如果你 就是看完了之後 發現我有更好的主意 這邊都沒有提出來的話 那也歡迎到 就是去0V點台灣 去提出來 好 本來是這樣子 這些open source的專案 由大家共同來開發維護 但是多少可能需要一些成本 比如像是服務的租用 或者是硬體的營運之類 這些成本由哪邊來分擔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加入G0V的一個特色 就是你可以學到不用錢 就可以做事情的各種方法 像大家之前可能用過 我協助維護 現在還在維護的一個專案 叫做盟點 然後 盟點它是一個 就很典型的G0V的一個專案 它大部分的資料都是從 教育部的各個地方來的 或者文化總會 或其他地方 然後呢 它也是CC0 就是我拋棄掉所有的 著作權跟其他領結權利 但是呢 盟點 就是 每個月的瀏覽人次 我也一陣子沒有去看了 但是應該是破千萬的 然後 但是我每個月花在 就是主機 維護 維運 硬體上面的費用 大概是新台幣五百塊 然後 也就是說 它基本上是一個 完全不需要維護費用的 的一個專案 然後 而且它當年 大概是一個月 兩三百萬人次的時候 當時的維護費用是 一個月新台幣 就是即使是人次這麼多 互動性這麼高 然後功能這麼齊全的專案 它基本上也完全不需要 維護費用 那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是GitHub 它吸收了絕大部分的 hosting的成本 它有一個概念叫做 GitHub Pages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各種各樣 HTML JR, CSS 往上面丟 它就幫你吸收掉 就是價錢的成本 所以任何靜態的網頁 你都可以讓GitHub 當作你的服務 運營商 一毛錢都不用付 那任何你有互動的 或這些 Database的部分 你都可以去用 按小時足用的方式來做 或甚至如果你是用像 AWS Lambda 它是每一次有人來的時候 才付幾分錢 就是有各種各樣 按次即費或按時即費 這種方式 然後你出一出算下來 一個月可能就一兩百塊 最多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基本上就是大家有一個 新的idea要嘗試的時候 可以說是幾乎完全沒有成本的 那當然如果你需要網管 需要即時的服務 需要root帳號等等 那我們GitHub Pages 叫做Middle 2的一個平台 它是上一期的 公民科技獎助金的一個產物 所以像我們的Hackpad 在Hackpad點台灣 就是直接架在那個上面 那所以 找一下Middle 2 跑到那裡去了 這裡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 就是你需要 額外的hosting 然後 就需要一個很stable的地方 那就歡迎 把你的東西包一包 變container 然後架在Middle 2上面 來運行 為什麼叫Middle 2 好像是因為這個中文叫中二 所以這是一個中二平台 大家都非常的有幽默感 然後 有一個朋友就是 非常希望我念這些字 念就念 謝謝您好 終於聯繫到您 我是艾美麗 成訊用別的網拍客 給您打電話打不通話也不會 您會接回送學 要出去玩我 沒機會幫你小孩 馬上給您接回 但先別浪錯話 對她 她逼指一個西藏娃娃 下次請問了 已經不是鋼鐵製成西藏 她說參考工作人員 可能都比她差點苦了 其實我看著看著也是 不能夠成訊用別的 那大概就這樣 然後 然後 有另外一個朋友 她說 請學員停止問 沒有意義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還好 這個就是 大家幽默感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我對AI趨勢議題 有什麼看法 對這個趨勢 會鼓勵年輕人如何接觸 很好的問題 我覺得AI 它是一個大柄 它差不多就是說 我們目前 這個覺得 人類能做的 然後機器能夠學的 我們都把它叫做AI 所以它其實包山包海 裡面有非常很多東西 那現在大家感興趣的 比較是裡面的機器學系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那機器學裡面 目前最紅的 又是所謂的深度學系 就是Deep Learning的部分 但是就是說 這是 互相包含的關係 除了Deep Learning之外 還有很多 老一代的科技 也是很好用的 我會建議大家 實際上就是 去裝Cancer Flow 或者是裝Cafe 這些東西下來玩 因為你抓下來完之後 就會發現說 其實就是非常容易用 然後講出來也沒什麼 因為如果不是自己 有第一手的經驗 就是像抓TensorFlow下來 然後安裝 然後實際上去 train一個 像我之前 有自己弄過一個 叫做Char RNN 有稍微改過 這個 Deep Learning的模型 對 CAPA THINK RNN 那這個概念就是 你把 比方說 莎士比亞拳擊丟給他 然後他就會開始 學莎士比亞寫東西 這樣子 他完全 就是看 前面出現幾個字 然後他去 預測下一個 英文字會是什麼 所以 但這個東西 他學得相當的快 所以說 像我在我的上一個工作裡面 我就埋了一個彩蛋 就是說 如果你剛好知道 Social Text的 任何一個 安裝客戶 然後加上DataCam 的話 你就會 這個 取得一份 用Char RNN做出來的 IRC對話 可是這份 聊天室對話呢 就是 Cam這個人的 跟我們幾個 同事的對話 完全是合成的 就是 他事實上沒有講過這些話 我們也沒有講過這些話 但是是把 我們講的話 跟他講的話 去進行合成之後 去做出一個 看起來就很像他會講的話 的 這樣子一個 菜單 的一個Easter Egg 那我會做這個行為 就是 上一份工作 就是 我快要入閣 但是還沒有入閣 我還在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這位 同事 他大概比我大 二三 比我大三十歲左右 是參加 以太網路的發展 是最早在 全路實驗室的 工作人員之一 所以他交流非常多 那後來他就 愛成故事了 然後我用來紀念他的方法 就是把他 RC講過的話 都讓機器學起來 然後我又是沒事 就可以在這邊跟他聊天 好 那所以就是說 任何人他只要自己有一個 什麼 自己的原因 或者是社會的原因 想要解決問題 其實就會有非常大的動力 來去寫這類的東西 我之前碰過一個寫Arduino的一個朋友 然後他說他去教別人Arduino的時候 然後每次都是問說 你有沒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 要解決 那他就有教一個年輕的媽媽 然後呢 他的這個小孩 還不是很大 但是呢 因為他常常要出去上班 然後小孩這個 等不到他回來就會哭 所以說呢 他就用Arduino做了一個 就是LED的顯示板 然後呢 連到他的這個 運動手環上面 小孩就知道說 媽媽離家裡還有幾步 然後你就看到這邊 一百就是九八九七 然後那個小孩就可以想像 媽媽一步一步正在 這個往家裡接近 然後掉到零的時候 這個門就開了這樣 然後呢 這個就非常有效的解決 他小孩的分離焦慮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科技來自於人性 就是每一個人他 去接觸這些 不管是深度學習 或者是Arduino 或其他的技術 後面都是有一些 生活上面覺得說 有這樣的 就會更美好的事情 那當有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學習動力 然後你實際下去 就發現說 比起你的這個社會 或者是個人的這個使命 現在這一代的 機器學習技術的 進入門檻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 它大概就是需要你 一兩天全身關注 就可以學會 那所以其實 只要你找得到 值得你一兩天前 全身關注的事情 其實這個真的不是問題 有位朋友聽說 開業反而限制了整體的發展 大家照著大企業所偏向的城市 去寫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目前的 很多大規模的開業的架構 像Linux 好了 Linux裡面 當然最大宗的貢獻者 還是像我們這樣子 個人的貢獻者 但是確實也不能否認說 很多大廠 像Red Hat 紅帽 還有IBM 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這些公司 他們都貢獻了非常多 城市 碼到Linux裡面 以至於當你在寫 某些特定段落的時候 你碰到的 維護者 可能都是這些大廠 這個是事實 然後呢 在應用層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像Google會推出 Angular Facebook會推出 React 然後有各種各樣的大廠 都在那邊推出說 你只要加入了 那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的 使用你的貢獻 的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concent確實是有的 我擔不擔心呢 其實我沒有很擔心 因為所謂的開源的意思就是說 它放棄掉 對於這個東西的控制權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開發的這個方向 不是大廠所設定的這個方向 你隨時可以fork fork就是分叉 你隨時可以把它分支出來 然後就大廠跑一邊 然後你就自己跑另外一邊 但是我們在開源的歷史上面 發生過非常非常多次這樣子的事情 從當年的Java語言 還不是開放的時候 硬去fork出這個Java Classpath 然後到 連那個開源的C的編譯器GCC 在GCC2的時候 有一群人受不了Storm 然後就fork出來 變成GCS等等 就是說幾乎大的專案 都會發生好幾次的這種 互相fork的情況 那像最近一次可能還在 大家的記憶裡面 就比較不像我在講故 的是一個叫做Joyant的公司 它想要控制 Note.js的這個技術的發展 然後結果就有一群人出來 fork出了一個叫做 io.js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後來就發現 每一次都是fork出來這個 長得比較好 然後大廠想要控制的那個 比較糟 那大廠想要解決這個方式 通常就是說 好了那我就讓社群來維護 但是你們要同意把名字改回來 然後把版本加以 所以就是 io.js到最後就變成新的no.js了 然後事情都就沒事了 然後同樣一句CS 後來就變成GCC 3.0 然後就沒事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這樣子 fork出來的自由是掌握大家手裡的時候 只要你覺得你能夠治理的 比本來那個大廠治理的好 到最後其實就是換成你來治理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開源的一個 非常好的狀況 大家洗版不以餘力啊 ok 有一位希望得到答案的小朋友說 請我是否曾經為國家機構 行政協先軍方鑽一些城市 如果有的話可以舉例一下 我想進入是政府組織 而不會存置到一個城市的工程式 我當然幫政府寫過城市 這個如果有可以舉例一下嗎 其實剛剛那個蒙點 你要說我是為教育部寫的 好像也不太對 但是它確實是呈現教育部的資料 然後可能呈現得很好 以至於它的 還不知道我們把它犯成UNICO 這些東西到最後教育部拿回去用了 所以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寫當然是為了公共服務而寫 但是如果行政或者是甚至軍方 覺得說我寫出來的東西很好用 那我反正拋棄著作群了 那大家都可以拿去用 我是用這樣子的態度在鑽寫城市的 所以應該嚴格來想說 我不會受行政或軍方的命令去寫城市 但是我如果覺得說我寫城市 對它有貢獻的話 那我並不反對就是國家機構 各國的國家機構把它拿去使用 那有的話可以舉例嗎 除了蒙典之外 我有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專案 叫做EtherCalc 它是一個就是自由的一個實算表 所以它可以內籤在任何地方 所以後來就有另外一個專案把它內籤進去 叫做Sandstorm.io 那Sandstorm這個平台是完全是社群維護的 它就是把我們最常用的一些 像這個叫Rocket Chat 就是有點像Slack 完全完全就是照抄Slack的聊天室 然後跟有點像Dropax 實際上就是照抄Dropax的Devless 跟有點像Trail 實際上就是照抄Trail 的Weekend 然後跟有點像那個HackPad 但是它比HackPad要來的這個晚一點點的 不能說是照抄的EtherPad 然後跟EtherCalc等等 所有這些自由軟體統統都包在 一個你能夠自己安裝的一個工作圈裡面 那這個東西是我本來只是出錢 沒有處理 我去他們在群眾募資的時候 有捐一點錢 但是後來就發現很好用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EtherCalc 等於把它加進去之外 也幫他們寫了不少程式 那所以時至今日 這個東西已經變成行政院任何各級機關 都可以使用的一個叫做EY.pdx.tw 的這樣一個網站 所以只要你的E-mail是 GOV.台灣結尾的 你就可以使用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 台灣各級政府都可以用的 一個公用的一個資源平台 那有一些資訊處的朋友們 在上面拍工作 然後我們跨部門在上面見聊天室 我們的同仁甚至專門寫了一個 訂便當的程式 因為他本來 他覺得那個問卷系統不能附 那個便當店的圖 讓他覺得很不爽 所以他就是去便當店拍了菜單 然後放到問卷系統上面 然後特別寫了一個訂便當的程式等等 雖然我們午餐真的都有那個在訂 但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它是開源的 所以就是使用者 就像我剛剛說 使用者可以參與他的功能的開發 那如果今天是這個 比方說Office 365 這個微軟的 他當然也有這些功能 可是你要他專門為了 你開發一個訂便當的程式 這可能就有點強人所難 那但是因為他是開源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改 所以這個東西也已經變成行政的一個行政系統 但是軍方我不確定有沒有人在用 有位朋友問說 為何想進入政府組織 而不是純粹當一個程式公正式 非常好的問題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以前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我發現政府的朋友們其實是很願意幫忙的 但是他們的幫忙常常都是在擋路 可是他們並不是故意擋路 他們真的是很想要幫忙 問題是說大家沒有共同的第一種經驗 就是說當你在跟他講區塊鏈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腦裡冒出來的那個圖像 可能真的是一個鏈條之類的 就是說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像說我剛進行政院的那一天 他們正在討論頂級域名的管理原則 然後就會有人開始問說頂級域名的意思 是不是有點像坐飛機給大家投擋艙 就是頂級的域名 就是說如果大家沒有共同的想像的話 其實真的有事沒事就會 智力出現很奇怪的政策來 那這個你也不能說是他的問題 因為確實他就是出生受訓練的那段過程裡面 都沒有這個東西啊 你知道怎樣 所以我當初的政委很多時候就是在 讓行政體系的朋友們了解到 當我們在說這個的時候 我們是這個意思 那我讓他們了解的方式 就是任何來找我開會的人 或者來我會議室 就會發現他貼滿了便利貼 然後有這個即時的投影 然後有這個Apple TV 然後有所有像我們這種slido等等 我們就把它放到行政流程裡面 那這樣每一次他們發現有新的創新的時候 VR這些東西 我就實際上讓他們帶起來看看 那這樣慢慢他們就會發現說 OK這些東西並不是難以理解的神秘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常常就可以討論出更好的政策來 因為畢竟就是專業的事務官 是有他們的專業的 他們只是需要有人告訴他們說 OK這是一個新東西 你用新的方法處理沒關係 然後如果發生風險的話 我來這個吸收風險 那其實很多專業的事務官 只要這樣子講就夠了 那所以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不是現在的颱風嗎 就一個很應景的例子 就我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那AMIC只有V台灣 那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們的新版 事實上今天是第一天上線 所以沒有當調 我很高興 以前它完全不是長這樣 之前它長的方式就是 差不多就是只有這個 你可以看到很奧妙的標凱鐵 然後沒有韓反對標凱鐵 它印出來很好看 但是在螢幕上就是 就你可以比對標凱鐵 跟真標凱鐵的 看起來效果 那所以這個 除了很奧妙的標凱鐵之外 其實它沒有一個 很有系統的方式 告訴你說災情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說服了 北水啊 自來水啊 台電啊 NCC啊 交通部啊 去把所有發生的事情 都用一致的API 借給我們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 這個地圖上 這個很快的就知道說 我們目前下雨 就是到底在哪些地方 發生了哪些事情 那這個其實 各位應該都設計或寫得出來 這邊在技術上 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是在 就是行政體系上面 這個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們非常習慣 這邊的每一個單位 各自發布各自的 然後沒有簡單的方法 加以統合 所以我做的事情 其實也只不過就是 把我們之前做的 這種會成性的地圖 像之前G0V社群 在高雄七報的時候 在八星城報的時候 在318佔領的時候 都有做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就是各種各樣不同的資訊來源 然後把他 project 在一個地圖上 所以我做的事就是 去跟這些事務官看說 你看我們以前做這個東西 是不是很好用 那他們也同意說 對是很好用 那當然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說 其實做起來很簡單 然後就一下就做出來了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整套東西 它從我開始想到做這個 到實際上做出來 實際上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它技術上並不困難 但是它需要就是 讓大家知道說 第一個 這個是有價值的 然後第二個 它是不困難做的 那如果對做這個的故事 有興趣的話 我們Pedist還玩 一向都會寫這種 類似blog的東西 大家就可以看到 拆架案啊 或者這個災訪案啊 整個做的過程這樣 所以就是為什麼想進入政府組織 只是因為我如果只是在外面 就是說哪邊做的不好 然後一個一個拆 的話 拆起來比較慢 那但是進去之後 就是拆給其他 各不會看 慢慢他們學會之後 就會自己拆了 就不需要我來拆了這樣 好 這個有一位B同學 他說他別想要在校門前 發情誼30枚 好 我不知道這位B同學他是誰 但是這個 這個 基本上我們待會兒講完 有發情誼的就是吧 我們時間表定到幾點了 大概2點50 那就是還有五分鐘 我們就快問快答 這位朋友問說 所以這位朋友 這個不只要請情誼還要請和樂 那也是不錯了 好 然後 然後 OK 有任何朋友說 對政府的現狀有什麼看法 大家可能有聽說過我是Anarchist 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那無政府主義者的基本想法就是說 理論上 理想的情況下 政府能夠知道的事情 能夠做的事情 民間應該要都能知道 然後都能做 然後為什麼現在還需要政府來做一些基礎的事情呢 有幾個原因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很多事情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人發號施令的話 會做不出來 那我們學網路社會學就知道說 其實在開放圓碼之前 很多人對於軟體開發也是同樣的想法 覺得說如果沒有一個大設計師 然後有一個大的藍圖 那其實軟體永遠都寫不出來 但是後來我們在開放圓碼這邊就發現說 其實有時候不是這樣 是很多小專案 每個只是解決自己想解決的問題 然後中間有很多搭橋的橋接的專案 去把這些小專案結合起來 變成一個distribution 就是變成一個傳播的一個版本 然後呢也有另外一些小專案 去把這些傳播版本去推薦給 就是不知道的人知道 有這三種角色推破出來的情況之下 即使是大家各做各的 到最後也會做出像Linux 或者微基百克 這麼大的專案來 那所以我們回來就是說 如果來看政府的話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你不需要等政府的 你可以在你的學校 或者是你的地方 或你的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 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 其實不用等地方政府 或中央政府來幫你做 你其實是可以自己做的 那所以有很多地方政府 其實已經看到這件事 所以會用參與式預算 會用社區營造 農村再生 等等的這種方式 去把這樣子議程設定 或做事情的權利 跟民間分享 那所以我相信 我們現在在做開放政府 就是一個過渡的一個階段 就是說 大家各做各的 然後呢 我們開發一些工具 讓大家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然後慢慢的 就是因為反正我在政府裡面 主持人每一場會議 都會有逐字稿啊 都會有影音 放到PDES.TW上 慢慢來就越來越知道 中央政府到底在幹嘛 然後也許有一天 可能我活不到那一天啊 但是也許有一天 這個大家就會覺得說 啊居然我們自己 來做就可以這樣子 58個問題 有一位朋友問說 城市設計對於台灣 學生的重要性 我覺得城市設計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素養裡面 叫做 資訊科學與媒體素養 這個是新科綱九大素養裡面的一個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重點並不是在大家 每個禮拜排幾個小時去上 城市設計課 或者是去上所謂的媒體素養課 沒有這種課 而是說 讓老師在教學生的時候 揚氣掉那種 資訊不對稱 資訊都讓老師腦裡 然後看你的程度 然後再分享一點給你的 這種很奇怪的想法 那而是說 老師是跟學生一起學的 那老師喜歡學習 那所以 願意就是等於是 比學生先選這個學問的人 但是 如果學生自己有想要取得資訊啊 想要在媒體上面 取得更多的資源啊 那老師就可以幫他轉接到 正確的資源去 而且 也跟學生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這麼多的不同的資源 到底哪些是帶風向 到底哪些其實是造謠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判斷 怎麼樣做出批判思考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 老師可以透過自己 一身作則 然後讓學生就可以看到說 原來各種非常不同的 所謂的英國研究 也是有很多種的 那所以 不是說上面寫英國研究 就要相信 這樣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目前很多 這個謠言的擴散 它是來自於 不好意思 它是來自於 就是在解言以前 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媒體壟斷嘛 所以 只要用就是 報紙 然後印很大的字 用某些特定的字體寫 或者是說 就好像說 你要用某種口吻 然後掌握廣播 然後用什麼 老師說什麼什麼 的那個口吻講出來的 就一定是真的 就是那個年代的朋友 在長大的時候 就受到這樣的教育 可是現在呢 我們任何人 只要有一台雷聲印表機 都可以印出飄飄亮亮的 就是跟以前的那個報紙 看起來非常像的字體 然後或者是說 也可以用 感覺就很權威的口吻 在那邊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所以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新的媒體的時代裡面 對於 老一輩的朋友們 其實是很不習慣的 因為所謂權威性總統 完全被打破 但是他們就是 從Line群組或從其他地方 看到的看起來都是很 很可信的 充滿著權威口吻的 但是其實並不定義 沒有什麼真實性的東西 所以在上一代的時候 其實比較不需要去學 媒體素養 因為本來就沒有什麼 媒體需要素養 但是在現在 因為媒體已經太多了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媒體 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教 然後我們也不期望是用教的 而是透過各種各樣的互動 或學生設計 讓大家一起來學習 好 OK 我們時間到了 有一位朋友問 主辦單位是否能夠延長時間嗎 這個延長絕對很值得 我不知道這邊哪一位 可以代表主辦單位 就是 而且就是說大家 我們這邊還有數位落差 就是可能也有人 這個手上沒有手機 所以 那不如大家這樣子 我看那個問題還有很多 今天他現在還有58個 不然我現在就直接 我們開放5分鐘 如果說你覺得說 你的問題也真的非常值得 我今天如果沒有問到 我今天可能 我就會坐在這邊 我也不要回去 這樣 如果你覺得問題這樣非常值得 我們就舉手 我們來搶的好不好 那 我還到3 然後大家就 就舉手 我會選最快的 OK 來3 好 拍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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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嗎 對 我會選擇 這個嗎 台灣資訊教育那個 對 台灣資訊教育那個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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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謝謝這位朋友 你要不要自己念 OK 我們一個一個來處理 台灣資訊教育確實有非常大的成長差距 然後 這個原因 其中一部分是因為 到某一個程度 資訊教育就跟英文能力 非常非常棒在一起 也就是說 我認識的 陳舍的歷史 很少是完全用中文資源 在學習 中文能夠入門到一個程度 然後到最後 他就會發現說 到某一個程度以上 間體中文 翻體中文都沒有辦法再用了 他就得去看英文的 那這個是事實 在目前真的是這樣 這也就是為什麼 中文維基百科的編輯頻率 一直沒有辦法幹得上 英文維基百科 因為很多人 中文維基百科編一編 他就跑去英文維基百科了 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有幾個想法 第一個是說 我們會希望 就是 至少在最基本的資源上 不管是各地的數位機會中心 還是接下來每個高中的 對外的頻寬要升級到 最後要到GIGA BPS 還是每個國中小 要能夠有 都是有這種投影 然後有 足夠的寬頻網路等等 我們會希望說 在新的水泥步驟課 上路之後 每個學校 他至少在硬體資源上面 都能夠接到這種 就是遠距教學 而不是只有 大都市的學校 才有這麼好的 像今天做在這邊的 這樣的設備 而偏向學校 就只能用 類似波階上網的速度 那這個東西 就是跟各位 接了錢用特別預算來做 這樣 這是簡單技術建設的一部分 然後 所以 這個是硬體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教材教法 我們會希望 因為當108課堂 所謂的數位融入教學 就是各科 不管是中文 英文 社會 所有這些東西 都要盡可能多地用這種 不管是即時串流方法 翻轉教學的方法 或者是 所謂雙式教學 就是一個課堂 跟另外一個課堂 併起來的方法等等 就是我們會給學校的課堂發展委員會 非常高的自主權 去安排他的教材教法 那這樣的情況下 即使他的當地的資源不足 因為網路通比毛路通容易 我們就讓他通過網路 透過共同備課 或是透過其他的方式 去接到其他地方的教學的老師 像可能坐高鐵過來 或者是直接在台北在視訊 用這樣的方式去進行處理 那這樣子的資源 我們會非常有系統的去撒下去 然後也會讓各個就是 政府的法人去引進 就是所謂的跨語的學習者 那所以這個是一路到了大學 如果你對資訊有興趣 你就不一定要念資訊科系 但是你可以去各種各樣不同的地方 好比像說子社會 國演員 或者這些其他地方 去參與這個需要跨語人才的地方 然後用那樣的方式來學習資訊 我們對你文藝的要求 就是你工作的成果 或者你工作的那個社群必須要是open source的 因為用的是大學人的錢 他的貢獻應該要是所有大學人都可以用得到 是公益的 所以這個 如果對這個plan有興趣的話 它叫做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就是DigiPlus 那這個是我們接下來一個八年的計畫 然後第二個質問提是說 開源專案的發起人要如何獲利 如果你發起一個專案是為了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或是你的親朋好友的社會問題 當有人加入你 然後一起解決的時候 你就已經獲利了 因為你一開始的初心就是 要解決哪一個社會問題 那所以說 這邊我覺得想問的 我把擴充一點是說 如何永續經營 就是說 我這個問題解決了 那我怎麼樣賺到足夠的錢 或者說有足夠的人願意捐錢 來養我 那這邊如果對群目有興趣的朋友 可能有聽過這個網站 叫做Patreon 那我認識的很多做開源的人 都在這個網站上 在國內也有一個叫做Patreon 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 它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 其實你看也不是只是做開源嘛 甚至是你這個 拍影片啊 畫漫畫啊 或者是 打電動啊 做手工啊 等等 都可以 所以像這一位是 是畫漫畫的 畫漫畫的 然後 有些人是拍電影的 好 那所以他們永續經營的方法 基本上這個網站提供兩個方法 一個是 藍色畫面 我可以用講的 就是一個是 每個月 捐給他 大家願意捐給他多少 這是美金啊 770個人捐給他多少錢 然後呢 他可以設定一些Level 好比像說 你如果每個月捐一塊錢的話 那他會給你一個虛擬的貼紙 然後如果你捐五塊錢的話 那他 好比像說 他每天畫漫畫嘛 那你可以提早看到明天的漫畫 然後 或是可以看到他的草稿 然後你每個月捐超過十塊錢的話 他畫畫的過程你可以觀賞 然後 然後如果你每個月捐二十塊的話 你可以這個每個月跟他有些問答 然後 有一些創作者是 這個如果你每個月捐五百塊美金的話 他就專門畫你之類的 就有一些互動的方法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在 開放圓馬界也有一些朋友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 他的開發的順序 次序 你是可以用錢去買的 或甚至是競標的 然後 那或者是說 如果你給他 就是足夠多的錢 至於他完全不用工作的話 那他 他就可以虧掉他的工作 然後就全職的來幫大家 做事情等等 所以 現在其實很多人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 他當然不可能賺到幾億 沒有沒有人靠配這種重要的經義的 可是 生活過的一時無語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現在很長期的方法 然後 同樣的朋友還問 最近政府興建資通電軍 請問是否有考慮跟民間合作 我進政府 因為我有一個叫做 就是radical transparency 激進是透明的一個概念 就是 只要是我主持的任何會議 全部全文都會上網 所以我一開始就跟林全老師 在勞骨寫上的時候是說 那這樣的話 不要讓我接觸國家機密 因為按照國家機密法 像我做這種 我聽到的東西自動公開的系統 你只要有任何一個是機密 或幾機密檢案 整個系統都會被污染 然後他的輸出就會變成國家機密 30年以後 或10年以後才能公開 所以我不能夠碰到國家機密 然後 所以基本上國家機密 我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包含自動電軍是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是 我沒有辦法接觸到國家機密 任何東西來 它上面只要寫密或者機密 就直接從我的桌上 轉給我們其他可以生命的同仁 所以像最近好像有一個什麼演習 那那個演習我也是要請假 就是我也不能知道 什麼智慧所在哪裡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權衡 就是說 我因為要做到徹底透明 所以一開始就說 那機密的東西我不接觸到 那如果一開始是要我做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就沒有辦法做開放政府 那後來就是我們討論 我做開放政府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處理這個 自動電區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可能直到這邊嗎 對不對 近五分鐘 好 那因為我們這樣子時間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也看到 大家都非常希望可以繼續延長這個時間 那我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就是 陶方老師我們今天如果 台下還有很多的那個 學員有很多覺得很值得的問題 如果他們這些問題 有辦法在哪個平台 或是找到解答 可以啊 就是 對我們打個廣告好了 就是如果你 是如果 usk.ptis 點台灣的話 我們辦公室就是ptis 然後 你就會跑到一個叫做 WiseLang的網頁 然後你就可以問我 隨便什麼問題 然後 基本上都是公開回答 然後 如果你對我們辦公室別的同仁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ptis.taiwan 然後 右上角一個who we are 然後 你可以在裡面 任意挑人 問他們問題 然後它 同樣也會把你導向到 WiseLang這個平台 我們辦公室現在 人大概二十個上下 第一排的看起來都很正常 第二排的就開始 有點奇怪 第四排以後就 好 所以這個 反正每個上面大概都有 都有寫這個 他們的自我介紹 那最後的朋友就認為 他不是長進路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說不是長進路 所以 所以總是就是 很歡迎問我們辦公室的任何人 任何問題 當然包含我在內 這樣 好 那希望 幫大家問這個問題 能夠解決大家更多的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 真的是過得非常快 那我們是不是 東方老師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個合照